沒錯 今天是5月19日 今天晚上8點到10點就有banken 之前我也收到很多DM 或者留言問我平時的髮型是怎樣捲出來的 所以就打算趁今天要夾頭髮出門的一天 順便來拍一個純分享 就是小小的教學 其實我現在的髮型是真的什麼都還沒弄 不過大家可以看到其實是有小小的curve 這個是怎樣弄出來的呢? 雖然我是中分 但是也算是偏右邊多一點 所以我化妝的時候剛剛就把整個頭髮 基本上都撥過來左邊這邊 然後夾著它這樣化妝 那我化妝也要大概半個小時 化完之後就把它這樣分回來 就會很自然有一個volume和curve在這裡 剛剛在我說話的時候 就已經熱了捲髮棒去180度 這個就是38mm 我通常就會由左邊開始捲起來 我看到其實很多人都會分層這樣捲 不過我就懶了 捲進去的時候 那個板記得要向外面這樣捲 就是不要向對著自己這樣捲 那我就是首先在高一點的位置那裡 這樣捲了一圈 大概等5秒 然後就這樣轉出來 再捲多兩個圈 等多幾秒 然後就可以這樣放出來 我通常會由它先放在這裡 就等冷了之後 黏一黏這樣弄鬆它 那個卷會長久一點 又是拿一撿頭髮 大概 這麼多 不要拿太多 但是也不要拿太少 好像是廢話 轉出去 然後再這樣轉出來 然後一次過捲兩個圈 這樣就完成了一個 繩在後面 這個其實真的 練多幾次 就可以很快地捲好整個頭 之前一開始試的時候 可能都要10-15分鐘 如果真的夾了整個頭的話 但是現在一邊3分鐘 另一邊3分鐘就完成了 都隨意一點都可以 只要每條頭髮都夾到 這樣就可以了 夾一邊就可以輕輕地弄鬆它 然後看看有哪些要捲多一點 通常最近面這一條 我是最花心機捲的 因為是最明顯的 所以其實基本上 捲好這一條 你弄低頭 大概這樣捲 看上去都會很好看 然後我就會再加重一點 在上面這個捲的位置 大概這邊就這樣 讓它放冷一會兒 捲右邊的時候 這個夾是向外面的 所以是向右邊的捲 不會是向自己 剛剛夾完就看它是這樣的 等它冷了一點 一會兒再疏開它 然後呢 現在就來做一個陰影 然後是等它變冷了才再拔下來 這樣梳開它就會看到是自然了很多 如果我弄到的話 其實我相信大家都會弄到 只要練多幾次熟手了 那就真的會很快 這個手法是我之前在 Mionche那裡學回來的 因為平時大家會這樣拔的 這樣拔 其實就變成好像 只是捲到尾尾 但是呢 就很少會有 這個這樣的C curve 所以我通常就會向後 這樣拔 平時如果是出門吃過飯 或者是上學的話呢 那我通常這樣就會完蛋了 那因為一會兒要跳舞啦 因為怕跳一跳下頭會塌 所以就打算再吹多一點 這個Volume才出去 我就拿回這樣的梳 通常最多就是去到 三或者四字 大概是 根部這個位置 這樣 去 這樣推上去 等它一會兒 大家看到分別嗎 Volume是出來了 Volume就很自然 頭頂有沒有那麼瘋 今天也是很忙 就是一起來吃了一個Yogurt之後 到現在都沒有時間吃東西 就是看著剪片 然後做學校的東西 所以呢 剛剛就隨便買了一些Poast回來吃 大家有沒有很懷疑這個 Isak Toast 肥炎之前旅行必吃的Toast 本身來了 讀書之後 都好像沒有吃過 差不多 但因為最近在家附近開了一間 所以就變了 有時間不中 早餐也會吃 我點這個是最 基本的Hemp Cheat 然後就來看一下 一會兒的Rundown 我們之前就沒有寫這個Rundown的習慣 變了很多時候 就是有個人在前面跳的時候 在後面我們就會聊 看那個誰跳 然後就包剪鎚 其實也不是說不行的 但是之前這樣寫下了 什麼時候是團體跳 什麼時候是solo 什麼時候是unit 整件事會順暢很多 不用說到時候去到才想 啊 跳什麼好呢 下一個是誰跳呢 現在我終於出門了 讓大家出去再見吧 很可愛的 日本人是Sari 你好 我是Sari S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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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시까지 보여드릴 공연은 1부와 2부에 나눠서 진행할 예정이고요 1부와 2부 다르게 진행되니까 5시부터 시작! 3부에서 excellency 1부에서 열릴 공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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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做得好 巳下了 韩 Cyclone 她太拍了 那媽媽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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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個一個人的心痛 要走了 要走了 大家 這是第二天的 是最後一天的 第一天 這裡是第一天 這裡是第二天 泱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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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泱� 很高興 你們都很高興 很高興 很高興 我沒有想到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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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在买糖 我需要买糖 我就是买糖 不买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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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 你怎么吃了 我看你拍照 你拍照 你拍照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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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太好吃 超級好吃 我都不吃了 我真的不吃了 好多分 我真的不吃了 很美味 我真的不吃了 我真的不吃了 真的不吃了 我真的不吃了 你真的不吃了 那不是的 那不是的 那就是的 那是真的 真的 芝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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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刚刚跟他们吃完饭 然后现在回到你家 就洗完凉 吹完头 我想大家有看新闻都知道 韓國是由今個月開始 就已經慢慢放寬防疫政策 就像Busking那樣 開放雲大Busking那邊的預約 而且也解除了室外的口罩令 不過到上個月為止 都只是開放新村那邊的Busking 還有室外還要戴口罩 大家都知道戴口罩已經夠局 還要戴著口罩這樣跳過來 兩個小時沒有 其實真的很辛苦 還有一個很明顯的變化就是 口罩這個位置的皮膚 是比較上沒有那麼穩定 油脂分佈又多了 然後又好像會容易生暗瘡 或者是黑頭粉刺 所以開始Busking的這幾個月 我都一直有用這隻April Skin的產品 就是金盞菊果酸滿顏精華 我之前也有在其他影片介紹過 April Skin的產品 金盞菊這個系列 我覺得跟自己的皮膚真的很配合 這隻在這裡寫了 有10%的AHA和PHA成分 這兩隻成分就是一種很溫和的酸性成分 就可以幫助改善這個多餘的油脂分佈 和縮小毛孔 它就這樣扭出來 它非常水潤 質地偏像Toner 我自己是乾性的皮膚 之前也有試過用其他酸性產品 可能太乾 會脫皮或者化妝會卡粉 但因為它含有幾種保濕成分 所以就沒有試過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反而是更加保濕的感覺 一旦擦完過了幾十秒之後 其實已經吸收得七七八八了 我上手也不會很黏粒粒的 感覺到已經被皮膚吸收了 如果大家都像我這樣想改善一下 因為長期戴口罩 而帶來的毛孔粗帶 或者是黑頭油脂分佈 比較旺性的問題 我覺得都蠻適合用這隻 最後一段時間 我平時會做到什麼時候 我心想不想說 所以說不聽到我 所以我們團隊 支持我們 一直都會來看 所以非常感謝 我們在公演 旅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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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更了解Buskyn 背後的準備功夫 而且在不得來旅遊期間 感受一下氣氛 那今天這條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條片再見 安妞